第31题 浩文装置了一个电路 如右图所示 试问下列何者为该电路之示意图 我们有几种做法 一种就是照老师上课教的 我们就照他的图好好地重画一次 比如说这里有个电池 然后呢他的正极接出去 所以有一个电池 然后他的正极接出去 接出去之后呢 到这边又接一个安培计 但是有另外一条分到伏特计去 所以我们要分成两条路 一条呢是我们的安培计 另外一条是我们的伏特计 然后这安培计接出来之后 要接到一个电阻 所以安培计接出来接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跟伏特计的另外一头呢 连接在一起 所以呢这个电阻跟我们的伏特计 另外一头连接在一起 去接回电池的负极 所以接回电池的负极 所以我们的长相就大概长成这个样子 就看出来他应该是跟我们的C式相同的 或者有另外一个方法解决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安培计是跟我们的电阻直接串在一块 然后这电阻只有跟伏特计的一边接在一起 另外一边没有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安培计 要跟我们的电阻串在一块 这勉强也可以算是串在一块 但是呢电阻只有一头去接伏特计 没有两头都接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答案要选C 所以第三期题问我们说 试问下列何者为该电路之示意图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移桃之后 试补 谢谢观看